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新建地下四层 地上十九层的转运站继商办大楼 预计一百一十四年完工 未来将成为东区门户计划的交通转运核心 市长柯文哲与新光人寿董事长潘伯珍 率领嘉宾们上香祈福 祈求开工顺利 南港转运站BOT案11月4号举行开工祈福典礼 全案基地面积约一千四百七十九平 将新建地下四层 地上十九层转运站继商办大楼 预计一百一十四年完工 未来将成为东区门户计划中重要的交通转运核心 那这个地方会是将来台湾生技产业的研发地方 从中研院 国家生技研究院 国家的动物实验中心 还有我们的南港生技大楼 这个大概到明年就会完工 可以开放使用 所以将来这是一个我们生技产业的重镇 旁边还有卫福部跟食药署 另外一个北部流行音乐中心 大概要到明年五月 你大概pause才会开 因为现在也在改装 所以整个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的完全使用 到明年下半年才有办法完全使用 那硬体建设的完成比较容易 里面的那些软体 包括演唱的节目 这个我们再思考看看 那希望这个北部流行音乐中心 可以变成华人世界最重要的流行音乐 因为我一直对这个流行音乐寄以厚望 因为整个东亚地区 台湾还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 自由的思想是流行音乐的灵魂 所以即使大陆方面投资很多潜在硬币 但是我认为流行音乐还是 台湾在未来的二十年还是有领先的机会 南港平台工厂加上N24 我们在做blockchain 这是我们新創产业的基地 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盖了六栋的社会住宅 最大的就是 那个南港社会住宅 那个有1400户 我是希望把他那个申请的条件 把它修成 事先给他修好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人才可以去抽签 目的就是要减少交通动线 如果在这里上班就住在这里 才不会出现内乎那个问题 因为每天要输的人进去上班 再输的人下班 所以那个交通很难改善 那么在所有另外很多私人的大企业 还在这个地方设总部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聚落 不过这产业聚落一定要交通去把它撑起来 那这个地方台铁高铁捷运在这里 那如果将来有一天高铁要到宜蘭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不过台铁高铁跟捷运 这属于是比较地下的 地下的一个轨道运输 现在就是说 整个公路的运输 我们就设定这个地方当作转运站 所以将来从新北市的这种石门 万里一直金山 一直绕绕 基隆到宜蘭 你知道 将来如果要做高铁一定来这里做 所以这个会 我们台湾东北角这个地带 大概有200万人口 将来它的道路运输 会到这个转运站来 那再从这里去做高铁 那如果去我们台北市就做这个南港捷运站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相当有机会 那么这个南港转运站BOT案 预计114年完工 那将来完工以后 会让南港的整个交通运输更好 那交通是一切的根本 那相信这个很方便的运转空间 会让我们的东区门户计划更完整 所以我们慢慢再把东区门户计划的拼图 一个一个再完成 南港转运站BOT案 由新光仁寿新建楼板面积 超过5万平方公尺的转运站 及商办大楼 转运站规划于平面层 设有13席大客车停车位 由国光客运经营 并透过空桥及地下城 结合台铁高铁及捷运车站 打造成为往返基隆及移花东地区的交通枢 我们这个基地呢 一共有1479坪这个基地 我们将来这栋主要是因为转运站 能够提供我们成绩运施的转运站 刚才我们大家讲 抗市长也整得很清楚 往后 这个地方呢 潜力非常的雄厚 因为 从台北的转运站 来到台北市政府转运站 又来到这边 南港转运站 我们南港转运站 也是跟 我们国道呢 公路运输方面呢 最具优秀的国关客户 来连结 因为最终 我们一共要 盖地下四层楼 地上呢 十九层 地下四层的部分呢 当然 地下二三四呢 都是停车到 地上 十九层的部分呢 一到三层 就是国关客户 来经营的转运 这个 业务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将来 应该是 我们 东七门户 在计划里面 我们抗市长也提到 这边 公共设施已经 非常的齐全 将来 在地下一楼 可以 有一个通道 可以跟台铁呢 能够 地下街 能够 貫通 地上的一二三楼 都有空桥 可以直接到台铁 所以在整个运作 而且呢 国关客运 他们俩非常有经验 在这个转运的经营 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全案预计投入超过八十亿元 契约期间内 预估可提供四千个就业机会 后续市府将与新光仁寿 携手合作 让台北东区门户交通发展 再迈进一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安文山区的市议员 徐宏廷拼连任 周末竞选总部成立 在木炸中顺庙前 聚集满满的人潮 包括了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都到场站台造势 期盼连任持续为民服务 台北市议员徐宏廷 背上候选人彩带 收下豪彩头和在地包种茶 在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站台下 邀请市民朋友支持他连任 持续为民服务 徐宏廷已经他一开始我们就出来 就很支持他了 这个年轻打拼的年轻人 对 从基层哪 每个都有跑 所以我们就是本着 爱护本地的心支持 继续为 为我们大安文山继续打拼奋斗 上一任他也是我们都一直在支持他 就是要建设什么的话 我们提出来希望他可以达成我们的一些那个 因为我们的有一些捷运啊什么都有一些建设 要不然就是那个围绕的啊 都需要他来帮忙来支持 因为他真的是做得很好 我们希望他一直连任再连任这样子 因为他年轻有耶 真的我们需要这种人才 我想今天再一次看到满满的人潮 表示徐洪廷议员过去这几年来 对于地方的服务 是做得如此的扎实 如此得到相亲的肯定 所以这一次 我们要再一次用手中的选票 让徐洪廷继续留在台北市议会 而且不只让他连任 一定要让他高票连任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其实洪廷议员 他是一位对于地方 同时对于产业 非常了解的年轻优秀的议员 过去几次我跟他在互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洪廷议员不只是大家所知道 他曾经在优卡公司服务过 他其实对很多产业的发展 最新的趋势 科技的这些发展方向 他非常了解 也很关心 所以他可以把这些趋势 落实在很多的市政上面 比如说 他也争取到了 我们公共停车场 电动车 车牌的优先辨识 他也争取 我们动保 专线 1959 在今年12月就要正式的上路 他同时也很关心我们地方上面 不管是都市更新的速度 对长辈的照顾等等 其实都看到洪廷议员积极奔走 为乡亲争取建设的身影 所以万安今天来 我要跟所有的乡亲讲 徐红廷议员 他不只是 大家可以在媒体 电视上 网路上 而且他非常的灵活 他很有想法 他是真正 我们年轻一辈 非常优秀 可以掌握趋势的好议员 今天大家都问我一位 是要你来听 席红廷议员 我说很简单 席红廷是大文山地区 認真打拼 連任几个把他去议员 他做了有夠好 做了就跟我说我 好 做了这么好的议员 你要想看看 我们家的新店市景美市 大文山 文山区 有没有包括我们家新店 有嘛 甚至包括我们的深坑石店屋来 平民都是这样一个大文山区 所以我常说文山区好 新北好 包括我们的基隆的谢国良好 我们都会共好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各位我请教一下 宏廷这四年 做了有好吗 好 好 我知道宏廷 是一个很认真 很打拼的议员 对于台北市政的咨询 是不遗余力 对于我们地方的服务 也是非常关心 我看到他认真打拼 一步一脚印 把他的工作做好做满 这么认真 这么打拼的少年议员 也是我们的好兄弟 我们继续把它听下去 大家说好吗 好 未来我们最优秀的台北市长蒋欢安 需要我们最优秀的徐宏廷连任 来帮助我们的市长 一起实现我们的政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各位好朋友 这一次我们在台北市 提名蒋欢安 在新北市提名侯友宜 在我们的基隆市有谢国良 在我们的桃园市有张善政 这每一位都是实实在在做事情 都是忠道理性稳健物实的候选人 我相信他们就是代表 所有民众要支持国民党 让我们国民党这一次 在北台湾这四个县市 通通能够大胜好不好 好 让我们的议员候选人全力打好不好 好 让最认真努力 我们的徐宏廷高标连任好不好 好 我看到人非常的多 这个市造的非常的成功 就代表徐宏廷 基层实力雄厚 他在议会的表现 深获大家的肯定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支持徐宏廷 希望他能够连任成功 连任顺利 你们说对不对 对 徐宏廷是一名战将 在议会的表现可圈可点 而且他常常上媒体 上电视的争论节目 替国民党讲话 替中华民国讲话 是一名道道弟弟的战将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文山区在地里长们 也纷纷齐聚 木炸中春庙的造势活动助阵 热闹的气氛令现场 每个人心中澎湃激昂 今天丰和日历啊 参加得很踊跃啊 也希望我们高 那个议员高票当点 台北市议员连任成功 徐宏廷啊 就在文山啊 在这个地方上啊 服务板不错的啊 就是我们这个 今天啊 要给他加油打气 徐宏廷议员 过去八年来的问证 赢得许多明星 今年持续拼连任 和台北市议员 王洪威 陈兵甫 吴志刚 炫梅沙 期盼串联成 优秀质询团队 为民监督政部 予争取存益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 今年在福岛24间 潜力店家 进行改造与转型 提升市场竞争力 除了翻新整体形象外 同时也协助店家 从经营策略 品牌定位 产品包装等面向 进行改造 期盼店家改变 进而扩散至分转 城市街区的风貌 台北造起来 计划协助在地商家转型 今年共有24间 参与改造 周末在大道城 有乐市场前推广 包括老字号产业 标杆店家 从经营策略 品牌定位 产品包装都建构出 专属形象 提升市场竞争力 你好 我们是阿斗烘培 在木炸经营了24年 那我们的特色面包 是欧式的乡村面包 那像我们最受欢迎的 拖鞋面包 它是欧式的乡村面包 它有老面 用养老面 然后加了意大利的 那个切片黑橄榄 所以它增加了面包的咸香 然后像我们 这边是我们的老客人 他刚好来我们 常常买我们的拖鞋面包 那像我们的 还有一个是 特色产品是 那个重乳酪蛋糕 那重乳酪蛋糕 是用两种的乳酪蛋糕 去做烘焙 低温长时间烘焙 所以它的不会油腻 不会腻 那很好吃这样子 改造部分 是我们的招牌logo 我们有重新做改装 然后店面的贴墙 然后地面也有地贴 然后整个logo 有帮我们做重新的设计改造 因为我们本来是一家老店 然后改造 那现在兴起个名叫 儿骂顿慢 那我们是那个60年老店的 一家子的 那是在仓吉街 那本来这个红烧顿慢 那现在我们重新改造 重新再出发 那我们东西亮点 就是传统美味 60年一家子的传统美味 然后继续再 再稍微深造一下 就是说商品能够提升品质 以下再造一下 那希望能够更好的市场 这样子 不广华的话 总共今年加起来 有七家 就是再造店家跟行店 有七家 像这边的成都洋陶兵 在西门丁 他们已经是60年了 搬家之后 顺便重新改造 现在是在 位置是在中华路这边原本的样子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崭新的 非常的文清风的一个店面 另外那个在麻油木子也是在蒙甲 今年在蒙甲的 还有就是这个 布田食品也是蒙甲的 这个有三家 另外还有四家是行店的部分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 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大稻城 以及这个旺爬之外 我要特别介绍 今年我们的战场 还扩达到了文山区 文山区今年有三家 就分别在中间的这边 易兴楼 就是他们是百年的 古早味的这个排菜的料理 送到了那个米其林的一个推荐 另外在木栅 一个是三芳粮油 原本叫做三芳植物油 也已经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油行 他们自己有工厂 然后自己有油店 但是他们用的都是纯天然 纯这个最苦法的 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食安风暴的时候 他们就安然提过了 因为他们的油受到了 这个安全食安上面的肯定 那我们改成叫做三芳 因为是文山之芳 所以是五三芳粮油 台北造起来计划推动八年 共福岛148间店家 开展新营运模式 其中也不乏二代老板加入 汇集创新与传承 翻转城市街区形象 这个是从104年上任后 开始进行的计划 就是说 如何让在每个地区的一些 有特色的店 让它再改造 重新再改造 因为这样 虽然有些百年老店 你知道 但是如果跟100年前一样 那很难在这个新的时代去兴盛 所以大家想说 一个概念 你知道 有点 有现有面 就是说 我们在每个地方找一些店 把它弄得漂漂亮亮 你知道 不仅是在经营形态品牌 甚至它的内装 都给它改善 那这个 通常改进以后 总是生意会变好 生意变好以后 就可以开始让旁边的商家 开始改进 邏輯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开始就选定大稻埕 所以目前这个有 改造的店家有34家 算是全台湾最多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万华 因为万华这几年 疫情比较严重 受损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就是把 这两三年的这种 主力都移到万华去 不过最早是在大稻埕 那 这个 常常改造的 改造的项目很多 包括现在我们在开始引进 电商 还有物流 我想大家知道 Foodpanda Google It 也是革命性改变 我们台湾的这种 夜市的形态 有时候去夜市场 看到没什么人 不过看到Foodpanda Google It 都在跑 那慢慢我在想说 我们这些店 你知道 大概电商建立 下一个就是物流 你怎么外送 还有一点 怎么在 网路 你知道 去跟人家竞争 网路的宣传策略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还蛮漫长的过程 在未来我们还是续续进步 就是说 革命需要样板 让每一个店 你知道 让它做出特色 那 其实如果透过网路的话 不管是 B2B 或B2C 就是说 它有时候只做批发 但是在网路世界 做批发的也可以很容易做零售 因为批发跟零售就没有界限 那事实上 大概我们在今年跟明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一化 整家店 你知道 要把它一化 那一化的话 当然不可能每一家小店 你知道 特别是台湾是中小企业为主 也不可能每一家小一个商店 那就要有IT人才 我想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整个一化 应该还是要由市政府 組一个专业团队来协助 所以决定就是这样 台北造起来视频同乐会 你知道 我们就在台北每个地方 你知道 找一些店 那用这些店来做一个样板 把它做到最好 要从这个成功的案例 再扩展到它周边去 我们是在六年前 参加台北造起来的计划 那我们参加这个计划 它里面的规划 就是在我们门市 整体视觉 还有这个数位转型上面 去做改造 对 那门市的话 当然就是门市部分的重新装潢 对 那整体视觉的话 还有帮我们设计了包装 logo 以及我们的这个中导 陈列的设计 对 那数位转型的部分 是帮助我们建置官网 对 然后以及新增一些电商通路 营业上的话 当然就是增加更多的曝光机会 对 那也会让我们这种很传产的乌鱼籽 那让更多的年轻人啊 或是新世代的消费者看到 对 今年的改造店家也推出联合优惠活动 包括消费者扣 满额增里 欢迎民众关注台北市商业处粉丝专业活动 到店体验商家改造前后的新起乡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今天计划开始啰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 得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近三年来台湾儿哨受虐的人数 平均每年都1.2万人 长庚医疗财团法人在世界儿童人权日前夕 特别举办为爱发生记者会 说明长庚近年来结合政府专业人士 与民间单位携手合作 努力守护儿哨的成果 呼吁社会大众重视儿哨保护的议题 为爱发生又爱填满 谢谢各位贵宾 象征性的一刻 长庚医疗财团法人王瑞慧董事长 与长庚决策委员会陈文俊主委 及各界贵宾共同进行为爱发生仪式 呼吁各界保护关怀弱势儿哨 避免儿虐汉事再度发生 长庚儿哨保护中心 在王瑞慧董事长的支持下 于2018年成立 整合各院区医疗团队 设立儿哨保护一站式门诊 平均每年编列预算超过1000万元 执行儿哨保护相关服务 长庚医院长期以来 对于儿哨保护都相当的投入 开始的时候我们整合了整个团队 接着我们要整合政府单位 民间单位学者如何来一起来努力 这个努力不只是预防 最重要是在保护照顾 我们成立了一个团队 从儿童内科 呼吸胸脏科 复健科 性治疗科各方面 变成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之外我们还走出去 对于这些账户机构 我们都有长期的追踪 最重要的我们还 各个的教育体系 法务的预防体系都一起来制定 一些guidline 怎么做 怎么预防 怎么早期发现 最重要的一样是 我们还要追踪一下 这些孩子长大了 离开了这些机构 到了十七八岁 要就学 他们租屋 他们的学费 他们的以后可能的就业 我们都要关系 事实上 在我们王国瑞会董事长 那边指导之下 我们成立了公益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里面 关注的 除了弱势团体 偏向医疗 最重要是我们这青年 儿少们的保护 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 今天我们这些成果 大家都看得到 那我们在四个院区 都设有儿少保护中心 那整合性的一条龙的服务 也就是说 一个病人来到医院 那会有相关科的医师 包括儿科 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 心理科 那这些相关的这些科的医师 都会到现场 長庚医院实际上这 多年来 我们大概 跟法务部 警政署 衛福部 那还有教育部 有一系列的 这些合作关系 我们帮忙 制作教材 来拍摄教学的这些影带 那也一起来和训 这些各部门的 有官儿少的这些同仁 所以在这一些平台的建制 那这几年长庚医院 跟各个部会 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 那未来大概我们现在正在这些做的事项 就是能够把这些模式弄到各个县市政府 那也让这些不管是议政 设政警政 或是这些教育同仁 也能够接受一样的 这些更精致的这些对儿少 这些虐待能够更好的服务 我们目前在儿少保护的工作里面 大概参与度最高的还是我们儿科医师 那我觉得其实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其实儿科医师对于儿少的辨识跟工作的 其实我们的一致性都蛮高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领域工作久了 我们就发现 其实还是要整个一届 有一起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其实在这几年董事长的号召之下 我们体系内就可以看到 已经有越来越多儿科的医师一起参与 那我想这也是希望可以响应 大家一起一届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长庚儿少保护中心也携手 衛福部 法务部 与警政署等各单位 共同合作守护儿少 用心建构儿童保护网络 获得各界肯定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董事长的支持 因为我知道我们领头长庚 应该是最早就投入这样一个儿少保护的工作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高雄也高雄长庚 现在也是我们十一家的儿少保护的整合中心之一 那我刚刚看到整个报告当中 其实我们不只是在我们 卫福部基级部件的十一家之外 包括我们在嘉义 在基隆 也有做这样一个儿少保护的整合医疗整合的服务 所以在这边真的非常感谢王董事长的全力支持 让我们可以在虽然政府的资源部件 还不够抽足的情况之下 透过你们的支持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服务的触角 更遍及到更多的一个角落 所以在这边要代表卫福部表达 我们对于我们长庚纪念医院的一个感谢 那这个儿少保护医疗整合中心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因为对于重大而略的孩子的厌伤 还有身心的评估 还有就是创伤的复原 其实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那透过整个这样一个经验的累积 我们看到这些儿少保的医疗整合中心 不是只是在医院在接受这样一个验伤跟照顾之外 其实我们真的都还把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都协助我们的设政单位 我们的警政单位 我们的法务单位 希望大家在整个对于儿少的 儿内这个部分的认知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认识 我今天要特别感谢 我们长庚医院的王董事长 就是我们这不是只有医疗 这是真正用心 企业来回馈社会 这就是台湾之所以会被称为保党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长庚体系跟警政部门 我们在社安网签了一个MOU 在前几年也针对这个儿内案件召开了研讨会 订定了而且编辑了儿内教材 以及相关的教协影片 这让我们基层第一线处理儿内同文受用无穷 让他们充实他们的一个专业典议 这个都是投入在我们儿内工作 非常有效的在此利用这个机会 要再特别谢谢我们长庚体系 非常感谢长庚一路以来 都非常的支持和推动我们儿少保 儿少保的这个方面的议题和努力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 希望能够在法律上面法案上面 尽可能的来保护我们的儿童 所以包括儿少全法 幼兆法 又或者是儿少性摸协等等的相关的法律 我在立法院其实都有提出了相关的修正草案 也希望持续来做推动 但是作为一个立法委员的职责 绝对不是只有在修法而已 更进一步我们也希望在政策上 能够提供儿少更多的保护 所以像是我们如何让这些儿童 如果受到不当的对待之后 在整个整体世界能够受到更完整的保护 又或者是进入司法之后 如何能够避免掉一再重复的叙述 让他们再次的收到身心创伤 推动的这个儿少减数的这个过程 又或者是我们参考在机构中或家庭中 一旦发生儿虐事故之后 我们如何能够在他们的身心创伤之下 尽可能的来做协助和来做保护的部分 也都是我持续努力的部分 长庚方面表示 未来将把所建构的儿少保护网络模式 推展到各县市 并从关怀受虐儿童本人 扩及到脆弱家庭 期望建构儿少保护全人医疗照护模式 陪伴弱势儿少健康快乐的成长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数位汇流时代5G应用及OTT平台 对传统媒体产业带来极大影响 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管理学院 举办5G时代数位汇流浪潮下的 传播产业挑战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相关产业代表进行交流 探讨如何因应数位汇流的冲击 并找出创新的机会 科技的结构的改变 当然产业就必须要配合 那产业配合呢最重要的是 周边的有一些比如说政策跟法规 到底能不能跟得上 他是一个主力还是一个助力 我觉得现在政府要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 到底怎么让台湾的产业 能够因为科技而有所提升 而不是因为科技 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有所阻碍 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年 我们在办研讨会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那今年我们没有找官方 我们大概就是产业界的朋友 所以我想产业界朋友的一些想法 就能够提供参考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朋友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 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科技结构改变 比如说行动的宽屏出来 比如说有限的宽屏已经非常成熟 这两个宽屏到底是要结合还是要分流 我觉得应该结合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汇流时代 汇流时代里面只有把固网跟行动网结合以后 才能够做全面的服务 那共赢大家双赢三赢 以及四赢的环境才会出来 那我们世音大学是一个传播起家的学校 我们传播学员这么大 当然我们也希望除了办这一条研讨会之外 也能够因为这样子产生的一个 参观学员的这种对话 让学生 让老师们开始感受到 其实他的教课的内容 还有学生要学习 未来马上要出了社会之后 他怎么去面对社会产业的一些变化 那么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放在心里 就学校来讲每次举办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从议题设定开始 然后再邀请贵宾 只要有办活动 然后有设计议题 然后有一些研讨 那相对来讲就有很多新的启发 以这次5G的这个技术 社会的这一块来看 您会发现到我们同学在后面 老师也在 那最重要的是很多业界的这些的进步 那可以透过研讨会 可以让大家看见 不管是老师同学都可以看到 那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只要有见面就有交流 有交流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冲击 那通常同学在学校的时候 他比较多的理论的部分 那相对于 虽然世心 世心也很强调这个理论跟实物结合 可是最新的这种产业的发展的话 那可以透过这个场合 尤其大家对话的时候 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跟不同面向的东西的刺激 那我觉得这个对同学 对老师都是很好的 中家宽评代表也受邀参加研讨会 分享面对数位汇流挑战 宽评产业在智慧化服务的创新转型经验 以及有线电视的在地角色与产制转型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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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是說他怎麼樣使用這個 building 裡面的 facility 那他所需要的事情呢 不只是說建築物本身要建得好而已 那我們的電信網路跟我們的媒體的服務 或者是 application 的服務 怎麼樣在建築物裡面能夠會有呢 這個事情是一個有趣的 application 那更大的就是社區了 那我要怎麼樣 project 這些社區裡面 或者是這個區域裡面的服務 能夠讓我的 building 或是社區裡面的使用者知道呢 那這件事情是怎麼樣形成這個商圈 或者是這一整個 community 的經濟跟功能的問題 看著這個數位的變化 其實中央集團我們在三年前 我們的願景也做了調整 我們的願景就是以高速穩定的觀評網路 方便你的生活連結 豐富你的娛樂享受 那其實串連這一整個的 還是就是網路 所以我們發現對於客戶來說 他們的需求他們最好的 就是電視跟網路bundle在一起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打開電視機 現在已經不是傳統的電視了 這個數位化時代最重要的 其實訊息量非常多 而且傳遞速度非常快 那所以我們這幾年來中央集團透過全省 12家的有線電視系統 在各地非常積極的推動一件事叫媒體試讀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從108年到現在 這過去這四年之間 我們大概投注了超過兩億以上的經費 那進到社區進到學校 舉辦了450場的這個宣講 有線電視我們認為 我們還是非常重要的在地媒體 那在地新聞以及在地的產製 在數位化的過程中我們做轉型 那透過網路我們可以從地方接軌國際 這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期待 世新大學以數位傳播貫穿各學們 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的辦學特色 透過舉辦論壇學術論文發表 在數位轉型的浪潮下 與產業無縫接軌 培育新世代的優質人才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中家寬評最狂雙十一來了 申辦家用寬評 每月最低三九九元起 光鮮上網一G也只要六九九元 再享兩大好禮 給你三十五個數位頻道免費看 還送4K智慧機上盒 讓你在家輕鬆用電視看Youtube 11月8號起 限時五天要辦要快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假的 2.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 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 不要分享 不要按讚 不要驚慌 要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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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團關心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集團新聞 我是蔡小君 先為一開始 由先帶你來看全台最大型的台北國際旅展 11月4號起一連4天 在南港展覽館登場 其中由金融市政府主導的金融館主視角 把委託航商圈及美式特色酒吧搬進展場 加上採開放式空間 吸引了基隆十二家廠商進駐 金融市政府他還推出了展場限定的 暖心基隆游兌換券 邀請國內外遊客 在秋冬之際暖心游基隆 不管是在海釣船上 體驗亲手吊起白帶雨的樂趣 還是品嘗香噴噴的海味火鍋 或是在基隆港畔 扶载山上及正宾渔港色彩屋周边咖啡厅享受悠闲 雄龙之际的基隆让您软心又好玩 抢搭国境解封疫情趋缓后的旅游商机 在台北国际旅展的基隆主题馆 不但打破惯例规划成开放性的展馆 更将委托行商圈及美式特色酒吧搬进展馆内 相带给民众不同的视觉感受 我们打破过去只要餐展都是在外围看展 那我们这次特别把展场打开 把这个委托行的场景 还有这个哥伦布酒吧的场景都把它搬进来 所以来逛展的人呢 他就可以直接往里面走 然后呢做一个穿越 那在这边逛我们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些店家 那我想这样的观念是希望把 基隆过去很繁华的委托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带到展馆来 除了具在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开放式展馆 这次基隆馆更以软心基隆油为主题 推荐游客在旅游地沿路 可以享用像鱼富锅等基隆特色火锅 或是到景点周边咖啡厅 边欣赏山海美景 边品尝美味咖啡 软心更软味 我想这个概念是出自于 因为基隆有很多的咖啡厅 我们在港边可以看到无敌海景 喝着热咖啡 那另外也可以吃着在地有特色的火锅 所以这些不管是咖啡 或者是锅物 那我想呢都带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从未暖到新 让大家感受到基隆的温暖 另外这一次基隆馆参展店加速 也打破以往纪录达12家之多 而且食品 衣物 鞋包 铝素 及文创商品都有 种类丰富多元 餐展店家也都拿出压箱宝 希望争取商机 其中这家基隆知名的海鲜酱料业者 更趁这一次旅展机会 推出新口味的香蒜酱 荣誉的蒜香 融入海鲜滋味 更一举拿下2022基隆好物的 城市品牌认证 这是我们今年的新产品 那个海味酸香蒜酱 可是香蒜酱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 只有蒜浓的味道而已 其实我们没有蒜那么呛 可是我们加来海味味道又不一样 就跟一般的香蒜酱 会差距撑很多 打开闻到那个味道 真的是超级胖 那我们这个又有很多的用处 像那个可以拌面拌青菜 有时候那个香蒜面包也可以 然后香蒜面包 香蒜虾 有时候我们那个茄子 烫一下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基隆市政府也与店家合作推出展场限定的软心基隆油兑换券 游客只要到这12处参展店家出示兑换券 就可以获得纪念品或享受折扣优惠 在这上面有基隆的店家 同时你也不难找 我们也把地图放上去 那在这个上面的店家 只要你拿着这张卡片去消费 他就可以送这个店家的精美的礼物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这三天 千万不要错过 到我们的ITF旅展 然后来基隆馆 然后来索取这个卡片 那同时也吃了这个卡片 到基隆的每一个店家 上面的店家 就可以迎娶精美小礼物 基隆市这种方面 期盼透过这一场解封后最大的旅游盛会 介绍大家认识基隆的冬季软心玩法 要领体验一年四季 都好玩的基隆旅游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基隆市社区营造点联合成果展 汇集了基隆22个社区营造点 及7个区公所作品 周六在基隆要塞司令部热闹举行开幕 除了有动态的美食文创展外 还有静态的作品展现地方特色 台上社区妈妈卖力的才艺表演 台下各摊位展现社区营造特色 五幅社区发展协会推广拓印 将树叶拓印在帆布袋上 制成围裙购物袋所得捐出座工艺 这个树叶是我们去山上 因为国家新城三面环山 一面有个湖 那树叶非常的多 形形怪状的树叶很多 我们就栽植树叶 然后树叶后面再涂上颜色 颜色涂好之后 刀印在这个布上面 材料上面 然后在上面一张纸 然后用布板 布板 慢慢地敲 把这个树叶后面的基础 印在这个布 盘布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是一片一片的 不是画出来的 我们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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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它用上去 非常的 这个功夫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觉得学者很快乐 也很高兴 而梦翔起飞协会 长期关心伪托行发展 设置了彩绘专区 让孩子们画出心中的伟托行 我在画冰淇淋 樱桃 鸡腿 还有土质跟土质还没画 委托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现在画的是我想吃的鸡腿 然后这几年在同志委议员的协助下 让委托行让更多人看见 他以前到过去 现在未来的发展 然后今天也很多让小朋友发挥创意 让由画画中发挥创意说看到委托行呈现的样貌 然后委托行现在也有一些小小导览员的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委托行 吃喝玩乐 金融市社稻点联合成果 5号在要塞司令部展出 副市长林永发 立委蔡司令出席 见证各社区的成果 像是太白社区 记录码头工人过去的生活形态 延伸出独特的社区产业 码头爆饭 爆饭馆他们是做在地特色 然后所做出来的便当 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有特色 可以大家告诉大家 码头爆饭呢 其实是我们社区产业 本身码头爆饭馆的馆主阿虎 要照顾80个妈妈 那当时我们一群志工呢 就协助觉得这样的产业应该要推广 一方面帮助阿虎中年创业 又可以帮他照顾妈妈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社区产业 不一定光青年回乡 其实中老年是个我们更需要 要复制的 现场除了有美食 还有捐印DIY 将创作和纪念的图案 立刻印制变成实体 相当有趣 来这边参展是交印 网板印刷 这网板印刷是水性的环保材质 它跟一般外面人有塑胶不一样 它这是零污染的 而且易水即肉 衣服掉印的不会掉色 那这边除了七个 曲工所的平台之外 我们还有22个社区营造的单位 一起来参展 那这22个单位 最主要就是每个地区 每个社区都有它的特色 然后做成不管是吃的 用的看的 甚至于经由的推拿的都有 那这也是发展特殊的社区资源 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些 大家可以共同来推广 那很多的社区 因为历史发展自然的因素 产生了社区的意识 透过社区营造的方式 可以让社区意识更加的凝结 我刚才在支持中有特别提到 例如说像基隆市安乐区的五轮社区 因为那边过去五轮溪的泛滥 所以让那边的居民 产生了水环境治理的意识 又或者是某一些社区 他们过去可能是北館的发源地 所以在那边成立北館的团体等等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都代表着 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充满了活力 草根活力的一个城市 那是因为来 会继续来努力这件事情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过去我也曾经担任过 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我可以理解到 社区发展协会对于社区 乃至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除了有22个社区的摊位 二楼还有静态展示 各社区关注的议题 多年来经营的点点滴滴一一的呈现 这次的社照展我们大概有22个社区 加7个公所一起来合力完成 那刚刚我们走了一圈以后 发现非常多的社区 今年有很好的一些共创的作品 像我们看到有三海关社区 它其实用模型的方式 就是把高楼大厦劫次临比的方式 让民众更了解在社区里面的一个形态 跟一个社区交通互动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还看到像那个六堵工业区那边 有移工的问题 那他们大家也会在移工的问题上多多探讨 希望能够凝聚社区的共识 我想透过社照的这一个共同大家发想 由下而上的这些做法 来参与这个社会 增加公民权的一个互动跟意识 这是一个非常好做法 我们也希望基隆市的一个社照 能够每年参与的人数跟社区 能够越来越多 然后参加公共化的机制能够越来越高 社区营造本来就是一个永续的 尤其这个理念也是跟我们所谓的 永续城市的这个指标其实是一致 那最终它是透过社区自发性 在早期这个议题比较没有去凸显 但是这八年来透过文化部 然后文化局这种努力 然后市政府的重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成果 是跟八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社区 他们自主性的大家等于说凝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社区有什么问题 那刚才在那边的展出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用那个贴纸 把自己的问题就都贴在那一边 大家可以及时来广义来看看 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如何解决 透过社造成果展展现地方特色 也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委蔡世英的陪同下 昨天赴国道1号细致交流道 视察边坡摊滑抢修情形 早上6点顺利开放通车 国道1号走山现场大型积聚持续进行打桩 清云废土 行政院长苏贞昌 6号上午在立委蔡世英赖品渝 集中部长王国差等人陪同下 前往施工现场视察抢灾进度 这一个我就很希望能够再加快 那这个当然给大家很大负担 不过你赶明天早上6点 看可不可以再早几小时 因为6点还是有一些早班已经上路 如果能够早一点可以更好 差三小时一定会差很多 这一点特别拜托 所以我不敢多占实践 在这个时候是来表示肯定 感谢工程的专业 还是尊重交通部工程会 尊共高空局 那两个市政府大家一起协助 希望能够让往来交通尽快 那我要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 我们内政部警政署对地方警察 指挥交通疏导平面相关闸道等都很重要 还请两位护士长也都督导 请他们都加油 目前我们的内线车道已经通了 我们希望主线车道也能够尽速的畅通 那我想院长今天来就是要了解整个工程的进度 以及听一下我们对于地方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就是希望整个工程能够加紧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尽速的能够完成这个主线的一个贯通 那主线贯通的话对于基北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国道客运的绕道 应该就不需要再绕道 对于这个基北搭乘国道客运的通勤族来讲 就可以省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过往这两天 我们的国道通勤族 很多民众跟我反应 大概多花了快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事实上这个对他们的整个上班上课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原先高工局预计主线道可在7号上午6点抢通 但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工程单位能够再提早一点 而陪同的立委蔡世英则说 这次国道边坡滑落和13年前国山走山 路权范围不同 但都是高工局未来应该要加强监控 我们在2013年2014年北二高那次的边坡滑落的状况不一样 而那次北二高的边坡滑落 事实上是在我们的高速公路的区域里面滑落的 所以后来高速公路局有加强做整个路红的检测 那这个地方是在边坡的更后方的地方 所以这件事情凸显的是说 高速公路局在这个部分未来 除了我们的这个路权范围内之外 路权范围外也要扩大持续的边坡检测 永久的这个 拜托交通部 王部长 把那个永久的做更坚定一点 因为这个沿路的走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而且不止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也有 那这些比较不影响交通 做就做坚定一点 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姐姐续止淹水 一老永逸 那连基隆百湖社区也不淹水等等 这些都是当年我从基层一步一步来 非常熟 我也特别感谢 公车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青森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